剛剛開始軌道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困難或者衝擊呢 有的 有客人怒 但是客人不明白這是什麼 解釋很困難 甚至乎做做會轉動了 又或者因為這件事不太誠衡 很多人不知道 因為特別在香港 香港很差 有很多客人找來做設計 都需要一件事叫做參與 那件事是原創的 原創怎樣可以有參與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僅對於我們 對於所有創作人都是一個問題 那客人少了的時候 我們都試過公司面臨可能要倒閉 要整理 都有這個慘況 那其實現在香港一路以前原用都是傳統的一個媒體的傳銷 那當你去推銷給一個客人一個新的概念 AR或者VR 那其實當初會不會有些是類似文化上的衝擊 或者有些不理解你怎樣 教導或者是怎樣指導他們 跟他們講解這件事 他們多數是 會看少了這件事需要的預算 就是他們叫我們想想案件的話 在當時一定不會給他們 prede決 那我們現在是想慮最好的東西給他 所以我們變仿而已 一邊聊一邊結 一邊 câte 一邊聊一邊結 直至到彼此成功能面 Card 即就是那個難處是這樣 所以什么情況 有時候 原來生工程度 之後會覺得好正 但是到去到它們的部分 或者真的要解決出來 上其實就變得完全不同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